HELLO 大家好,我是Samantha 今天原先去這個場地考不試 誰知道被人拒絕了 原因是因為我結婚後 我的SSN和我的綠卡是改了跟我老公姓 因為我之前收的信息 全部都是跟自己原先跟爸爸的姓 然後我就展示一些證明 例如我結婚證書 我說我結婚後就改名 我說不行,一定要有個地址 是要跟回你老公的姓 然後她問我有沒有帳單 是關於你自己跟老公的姓 我說沒有,可能是在家 然後她說不行,你要重新來考 然後給了一張紙,我還要記錄 說我曾經來過 然後就說因為姓氏問題 所以不能考 然後她就說你下星期 帶齊所有文件 就過來考 誰知道就變成一場空 唉,真是灰到爆 好,多點時間再溫下集 看看下一次下星期 考得如何 好了,今天我選擇星期六考試 以為沒有那麼多人 誰知道超級爆多人 給大家看看 嘩,好多人 超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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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就是這樣 好了,我現在第二天 就來到這個DNV 考車 考巴士 我希望成功 今天也挺多人 全都在外面排隊 讓大家看看 對,很多人排隊 對,很多人排隊 那邊是做相片的 那這裡是專門校巴士的 我希望一切順利 不過我剛才搞文件都搞很久 因為呢 昨天那個人幫我寫錯了 我是Driver License 但其實我是要拿Learner Permit 那待會要跟他搞一搞 看看搞成怎樣 否則就很麻煩 嗯 失敗了 這次真的失敗了 因為呢 開頭呢 突然連續搭三題都錯 然後我就知道 Oh my God 真的死定了 因為呢 18題呢 要適合15題或以上 才適合 那我一路之後 第四題開始 打後都答對 那我開頭呢 其實我本身的答案是對的 然後我就自己又猶疑 然後我又按了第二個答案 那變了呢 一來到他就告訴我 哎 錯了你這樣 然後呢 唉 我真的覺得很失望 因為我已經溫了很久了 那之後呢 怎知道是 又是錯了 不過有一題 我自己不肯定的 那一題呢 我就從來沒有溫過的 那 然後到最後呢 答到準備要對的時候 第十五題呢 然後 唉 失敗了 因為我沒有看清楚題目 說Turn Right 我又沒有看清楚 不是沒有看清楚題目 是沒有看過圖看得清楚 然後就答錯了 然後即時說 Oh you are fail 然後叫我星期二再來個考慮 因為星期一他不開 唉 然後我很灰 真的 因為我不想再來一次 這個是我人生最大的恥辱 唯有星期二再來過 嗯 好 好 老婆 終於考慮了 怎樣啊 今天 成功了 我看過昨天有些問題 我明明呢 答對了十七題 他有一題呢 說sense不到我的答案 所以我 skip了 然後只答錯了一題 其他都ok 所以 so far來講 他十八題的考 那就是你只要答錯三題 就要重新考 然後呢 我一去apply 他說叫我 再等那封信 嘩 激氣啊 然後呢 那條死 什麼 起了起了 我真的很想罵爆他 因為就是他打錯我的名字 原來那個名字不是我的 我不需要拿那個vertification 然後 這個遲下拍片再說 總之呢 就激到不得了 然後最後呢 那個肥佬呢 幫我再check回 他問我這個名字是不是你的 然後他說 為什麼你說的都不明白呢 我說不是的 這封信根本就說 default的什麼都沒有 然後呢 大陸呢 原來發現呢 是那個職員 那個職員 一開始打錯個名字 然後就說這個是我 然後要拿那個vertification 然後呢 然後呢 不需要搞任何事情 我現在就正式可以拿到這個permit 去考這個老師 太好了 耶 那我呢 如果你們繼續看下去 我就會分享一下 香港和美國考不是有什麼不同 如果你們想知道的話呢 那你就繼續看下去啦 Hello 大家好 那就多謝你繼續收看啦 那你繼續收看 真的代表你有興趣想知道 香港和美國有什麼不同啦 那我先說一下啦 那我住在賓州 大家都知道啦 那所以我以下說的內容呢 就是分享賓州的內容啦 那如果你是有興趣想知道其他的的話呢 那我建議大家呢 就上網按DNV和你所屬的州份 例如紐約你按MY啦 紐約你按MJ啦 紐約你按MJ啦 那你就可以知道 那你所屬的住的地方呢 他的要求是什麼啦 因為每個地區都有考考的試題都是內容不同的 也都考考的試題的題目都有不同的 那例如我們的美國賓州 那我們考18題 你適合15題就OK啦 但香港呢 例如這樣說 香港又考20題你適合16題以上 就已經是Pass的啦 那我就說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我們美國考是用電腦 即時告訴你你的答案是錯還是對 然後呢 你如果錯的話 就即時Bell 那你就告訴Officer 你要好誠誠地跟他講 那但是香港就不同啦 那你考完每一條呢 他是去到最後 然後叫你去到排隊去到Officer那裡 才知道你對還是不對的 那這個是他不同啦 那第二樣東西不同的呢 就是美國考的車牌 相對地是便宜的 就是考這個Bus 就算車牌也是很便宜的 但是香港就貴一些的 例如好像香港考這個Bus 你考的時候都是給幾百元左右 但是如果你拿到正式駕駛執照的時候 大概是900元 如果你拿Learner的話就548元 暫准執照就288元 那你第一年呢 暫准是90元 然後你再更新就是45元 那樣的 還有呢 有一樣東西想跟大家說 因為香港呢 地少人都 他只要考的地點是在長沙環道考的 但美國呢 那麼大呢 你不一定要去城市道考的 你可以去回你自己所屬的郊區 按回DMV就有得去考的了 這樣就這樣 這個就是第二個不同 第三樣就是 剛才我繼續說回價錢 這個說為什麼這麼便宜呢 因為這個Permit就只有三種Class 就是Class A、Class B、Class C 還有Class M M就是Motorcycle 就是電單車 那A、B、C是負了什麼呢 待會我會再說了 如果你考到之後 你拿的站獎執照 只需要付5元 5元的美金 是不是很划算呢 如果你是考Motorcycle 相對地是貴一點的 就是15元 另外呢 你也要根據你的年份 例如你綠卡 有些人是親屬移民的 可能是5年 如果好像我這樣 我會嫁過來的 只有3年的綠卡 那為什麼我會說 跟身份有關呢 因為你拿綠卡的身份 就正等於你拿到多少份 因為他可能考慮到你之後不會入籍 所以他不會屈你付很多錢 一次過給10年 好像香港那樣 一去就正式的價錢 一去就給10年要給900多元 但這裡就不是的 是每4年去更新一次的 但因為我拿綠卡身份 所以我給的費用是相對地少 大前提之下 他會根據你綠卡來給的價錢 例如我給兩年的錢 最多就是20元 最後一項 就是講一下有什麼特別之處 就是美國 無論你考自動波還是手牌 都是同樣的表格 即是說你DL180 只要你填寫Class A的話 其實你考完之後 就可以隨便拿一樣 你可以拿自動波還是手牌 但香港就不同的 香港就自動波還自動波 手牌就還手牌 他就不可以自動波考完之後 就去開手牌 他怕你會發生 因為始終開的模式 都有點不一樣 你如果有留意開 手牌那些 就有12345 如果你有見過小巴那些 但是如果你是私家車的話 它都是英文的 N、D、Parking、N那些 這裏就是美國和香港不同的 我開始的時候 就跟老公說我一定考自動波 他就跟我說 不是的 美國沒有分自動波還是手牌 總之你考到其中一個牌 只要你不出意外 不撞車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它不同之處 順帶一提 就在DL180裏面 有份表格有個位置 你是需要找一個醫生 證明你的身體沒事的 因為在香港 如果你超過70歲或以上 才需要身體檢查 但在美國賓州裏面 如果你要效不適的話 你是必須要找一個家庭醫生 物理治療師 苦科醫生 家庭醫生 什麼有註冊的醫生 都是可以幫你簽署的 如果你是戴眼鏡的話 你也要戴上眼鏡才可以考不適 這些就要自己去找醫生 另外有個特別的注意事項 就是它舊的DNV那些書 它明明跟我說 它有Class D 但是最新DL180的表格 它的D以前是Stand for Motorcycle 它現在轉了叫Class M 所以大家要留意 如果你是考摩托車的人 記得沒有Class D這個模式 是填上Class M 但是它的書 不知道為什麼十年都不更新一次 所以我奉勸大家 在看書之前 順便要看它自己的官方網站 看清楚它的內容 因為它更新了 它未必會找人在網站再更新一次 我指的是什麼呢 就是這本書 我相信每個地方都有它的考試手冊 這是我朋友的女兒送給我的 因為她剛剛踏入了十七十八歲 還是十六歲 去考車牌 考完 一年前給了我的 我現在就拿了這本書 去溫 你說我不拿實體書溫 可以嗎 現在其實很流行 上網是可以看電子版的 但我應該這麼說 我習慣了有實體版會比較好 讀完實體版之後 其實實體版也有MC 如果你看到這些 有MC 香港是三選二 這裡是四選一 不是三選一 香港 這裡是四選一 它有分是 Chapter 1、Chapter 2、Chapter 3 大多數內容 這裡是考Chapter 2、Chapter 4 我要大家留意什麼呢 如果你在費城度考試 我建議大家 除了拿實體書去看之外 我建議大家去上apps 就是這個 下載PA driver 好像是menu driver 你可以隨時隨地溫完這本書 到正式考之前 可以按進去考這個 它有很多無異試題 Exceli的無異試題 和你考的時候是一模一樣的 但有個不同之處 它不是提提都有圖示 有些就有圖示 有些就沒有圖示 例如實體版 它這些舊版的書 是沒有圖示 即是MC是沒有的 有的只有一兩幅 但你去到考試的時候 是每一幅都有 而你下載這個apps 是每一幅都有的 那你就要自己去留意 因為你不讀書題目 有機會你就誤解了它的意思 就是這樣 好了 還有一點我想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如果你考不試 不需要即時交錢 它會考到為止 才會付錢 我覺得這一點 我很欣賞美國政府 因為它不會故意露屈你 即是交融一次錢 又要交第二次 又要交第三次 最初我真的很緊張 我以為 哎呀 壞了又要交錢 但這裏不是 我不知是否只是美國崩周 但我們這裏就是 壞了第一次 你可以考第二次 再考第三次 考到你適合為止 才交錢 但香港不是的 是要等很久很久很久 還要交人一次錢 再交第二次 再交第三次 你才不斷地交錢 我覺得很掠水 就是這樣 這就是美國和香港有不同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考不成功 你不需要擔心 不過我相信很多香港人這麼聰明 就應該是one take pass 是我就被人嚇壞了 因為他嚇了我一次又嚇第二次 因為他不斷地說 我文件不對 然後名字又錯 然後我嚇到飄了眼 就算我去考的時候 我又沒有剛好看清楚的題目 還有那段時間 大家都知道我是不夠睡的 因為要臭小孩 所以我再要重踢 這樣就沒辦法了 這樣 好了 今集時間 分享到這裏 如果大家喜歡這段影片的朋友 記得LIKE和留言 如果你是還有興趣想知道 考路士 和在美國學車 或者是開車的情況 要注意些什麼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和按旁邊的小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每次發放的短片 好了 今集來到這裏 下集再見 Bye